对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跟大家也是简单说一下 有到时候大家多关注吧 我只能跟大家说这么多了 好吧 因为具体的信息还没有出来 首发英雄是建设 派了一个福德曼进行一个侦查 这边大法师家呢 是便没有封 对 喜欢看视频的朋友 多多关注一下 对吧 各个地方呢 对吧 点个赞互动一下 你的某一次互动 点赞分享 都是价值连城的兄弟 某个人价值一毛钱 看着人多了 钱也不少 对吧 咱们 多赚点钱 才会开心 开心做视频会做得更好 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好 大法师第一个点位 先把两个四级怪给搞定 这野怪还是蛮凶的 差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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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完这个点 两级加一个吼叫卷轴 这本书啊 差强 差强 差了点感觉 我只能说差点感觉 大法师这边再练一波小鱼人 网住 这个小鱼人其实蛮硬的 这个小鱼人其实蛮肉的 没有那么好练 好吧 好 健身过来 回来这边也是跟上 打法上来说 应该是一把正常 因为这个比赛 当时其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比赛呢 其实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就打了 但是呢 当时是并没有录像的 直到昨天啊 官方的才发布了这个录像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只能 现在才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 那反正这个 也不影响吧 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 其实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反正只知道最后谁出现了 然后 谁赢谁出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吧 大法师 买鞋 这抢鞋的一个节奏 抢到鞋子就走 就走就走 赶紧走 健身现在继续的跟这个大法师 双线链级 没有办法限制 这个双线链级无敌 对 大法师有鞋 根本不怕你追啊 追这个大法师 有些大法师 你就没必要 你自己也想想看吧 你怎么什么都没有 人家 人家这个白富美 对吧 开着一个豪车 住着豪宅 你说你 你怎么追人家 你这兄弟 你这块 真是印了一句话 光脚都不怕穿鞋了 对不对 你健身 你这么光的脚 胆子也太大了一点 赖好吗 想吃天后 也不能这么吃啊 赖好吗 想吃天鹅肉 那你肯定也是 赖蛤蟆里面 最帅的那只赖蛤蟆 对啊 对不对 我曾经以前 有一个什么 有个笑话的段子 是这么说的 说你怎么看待 那个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人家那个人 机智的回答了一句 那这个赖蛤蟆 肯定是赖蛤蟆里面 最帅的那只 是吧 这个说法 你随便听一听 就可以 两个爪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 大法师没到三 没到三 还是差一点 当然 最帅的那蛤蟆 也是那蛤蟆 问题不大 对吧 就像小Y 光头 哪怕我很帅 但我也只能是一个 很帅的光头 在光项上 我也不怎么帅 那就更尴尬了 兄弟们 对不对 当然了 这个也有一些 正义的观众 也说出了正义 正义的心声 小Y呢 虽然你说他帅 肯定也不帅 但是呢 五官还算端正 对吧 讲道理的嘛 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你说我帅 我觉得 我脸皮厚 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说我丑 我心里面也会想 兄弟 你有没有眼光 对吧 我帅的不太明显 你居然说我丑 是吧 大家平时说话 很注意的 这很讲究细节的 真的 说沟通 这是一个艺术活 兄弟们 请特别注意 沟通是个艺术活 对 好 两个神明圣地 这是一把大法斯加炼金的 1.30的1.29以后的典型打法 妖术一个 福特曼死掉 一个 加血加 乃是乃不住的 被妖术腰掉了 就有什么办法呢 这波好像也就杀了一个福特曼 好费劲啊 你杀一个福特曼都这么费劲 也的确应该是要走了 兄弟 狼奇跟白牛 没有问题 一把传统打法 防母场 加防御塔 哎 偷懒 大法斯 已经三级 闪电盾 闪电盾 只要平 再杀一个福特曼 反而也仅此而已了 大法斯 妖术妖掉 这大法斯没法杀呀 大法斯你杀不掉了呀 人家有邪啊 大法斯你不要有想法啊 老哥 对吧 你这个真的是要想想清楚啊 你虽然是最帅的烂蛤蟆 但你还是烂蛤蟆 所以你不能追大法斯的 你可以追链金 这明显是一只青蛙 对吧 那你这烂蛤蟆跟青蛙搞在一起 我说句实话 还是有搞头的 那烂蛤蟆跟天鹅搞在一起 说句实话 这个对吧 也不太好交配 但烂蛤蟆跟青蛙感觉上去 好像交配起来 应该难度不是很大 感觉上去啊 我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怎么样 但看着应该没有那么大难度 三级大法斯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因为 因为我们启动那边 烂蛤蟆比较多啊 我们启动那边叫拉格宝 拉格宝 拉格宝 拉格宝是个好 赖蛤蟆是个好东西啊 它是有意的啊 注意点啊 别把人家按眼镜的时候捶死了 有本事你把它捶死 有本事你把它捶死 没本事你不要捶 有什么好捶的 对吧 我们那边的奈蛤蟆蛮蛮多的 小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 两个奈蛤蟆抱在一起的一个场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反正我们以前小时候见了蛮多的 两个奈蛤蟆抱在一起 紧紧的贴在一起 对 融为一体 很帅 掰都掰不开 曾经我有想过要把它掰开 但是我从来没有行动过 我想他们愿意贴在一起 肯定是他们喜欢 我为什么要做人家 让一家 做一件让人家不喜欢的事情呢 所以从中我又学习了 这个道理叫不要强人所难 好 福特曼被网住一个 杀掉 有这个白牛在 打福特曼就是舒服 就是舒服 刚刚打了很费劲 白牛打福特曼还是可以的 不过坏消息是 弹主的法师也多了 这个部队的减速以后 整体感觉上去就有点 有点这个 有点费劲 有点费劲 链金往后走 链金往后走 有帝国去个无敌 有加选 可以给自己加选 对 练金的话 这把还是比较的 不好杀的 毕竟有带无敌 而且有斜 跑了也比较快 点这个大鸡 法师多了以后 点大鸡还是很舒服 拖了冰冰过来 弗莱溜了 弗莱这把剑胜装备不错 三个爪 三个爪的剑胜 很强啊 好 这个大鸡 一个大鸡死掉 拖了冰冰过来 很凶啊 追着弗莱锤啊 这波感觉弗莱有点不亏啊 两个大鸡被锤死 砍法师 一个法师砍死 接着好 输出好高啊 但等级低了点 只有两级 上农民 一个农民砍死 再上农民 又一个农民砍死 这剑胜的 这个输出好高 但是弗莱的大鸡全部死光 全部死光 弹种甚至想要杀对方狼骑兵 因为他觉得这个大鸡是肯定会死的 大鸡是肯定会死的 想反捕没有能够成功 大法师已经升到四级 这个等级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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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嚣张了 大法师这个英雄 以前我们一直说三级强 没错 三级大法师很强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四级大法师要比三级大法师强一个级别 就三级大法师是大法师一个人强 四级大法师是一群法师一起强 对 你像他一说你这是先富 三级大法师是先富 四级大法师是带动后富一起富裕起来 这是有理论之称的 我跟你讲 两级光环很牛逼 对 那法师就不会缺蓝了 之前法师会缺蓝 用的用的就没蓝了 对吧 那这个一旦有了两级光环就不一样了 随便睡着 暗影练的时候两级没有杀 这场比赛弗莱 虽然剑胜输出很高 但是这个压力真的不小 对方的防卫塔已经造了三根 要变起来 炼金被输出 反正又无敌 不怕你打 剑胜自己反而很危险 剑胜死了 剑胜死了 这没办法 剑胜太脆了 输出高 但是没有什么肉装 一刀不一切 剑胜已经死掉了 炼金死不掉 反而有无敌 炼金反而有无敌 炼金是死不掉的 兄弟 炼金肯定是死不掉的 不要打炼金 人家带无敌了 哥 这个无敌又不是假的 紫药瓶也吃掉 下一家连续两波加血 血量瞬间到了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打死一个狼骑兵 500多年血了 炼金紫药瓶一直没有人A 炼金紫药瓶一直没有人A 防卫塔三根一变 炼金紫药瓶还是没有人A 哇 你这个紫药瓶 大大血瓶一样吃了呀 A掉了 A掉了 白牛加个灵魂链 这一波地洞也被输出了 剑胜死掉 对方英雄反而没死掉 血亏啊 这个白牛被堵死了 血亏 这把已经是 这个弹种的 怎么秀的一个问题了 我刚刚说了 大法师到四级 意味着这场美的弹弗烂很难打 因为 就是说如果大法师四级 剑胜也是四级 爱因练手也是个三级四级的 那无所谓 人家四级 你这个两级你怎么打 你两级你怎么打 你根本没有消耗能力啊 爱因练手伸张三级 最后一把一道波一放 没蓝了 没蓝了 大法师可以长期直路 长期直路 防御塔这边也好了 四个塔 所以这个四个塔 位置有点差 位置稍微差了点 减速对方 剑胜出来就中减速 只能减速不走 一刀 跳劈 剑胜输出还真可以 真可以 吃掉一个破法 可就往后走 出了一个板凳车 但弗赖还想要反 还想反抗 难度很大 这一场比赛难度很大 主要是英雄等级烈势 还有点明显 你这个二三 对方是一个四二 剑胎也给你压制掉 一点一点往前蝉死对方 对 弹总也不着急 这你就 我这个板凳 这个塔也无所谓的 我是正面比你优势 而不是说我有塔来压制你 这两回事 这两回事 这要是塔来压制你 这场比赛真的是属于我上我也行了 现在还有一些操作空间 还能再挣扎一下 虽然这把按照情况来看 应该是不太能翻盘了 比较难翻盘 对 地洞被打了两个 鸡胎也打掉了 然后对方一直往前 蝉死你的兵 或者建筑 你很难防守 你很难防守 对 这车子给个减缩 这种局属于 没有能够 在上一步交换中 链金 连链金都没杀掉 弗莱尔基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难打了 一个阻力建设 换了一个 换不到一个酱油的链金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还不是说你换了一个链金 你是死了英雄 你死了建设 你连个英雄都没换到 亏了不到 咋说 水晶机都完成 这是一个持久战的一个 算是一个必备点吧 但是板断车只有一辆 至少得两辆 至少得两辆 虎公现在没法采钱 还有打你的生命线 我只能说弹中狠啊 直接威胁人家生命线 对 你这个威胁生命线的话 对于这边的弗莱尔来说 弗莱尔很难说 没钱啊 打摩托巴山是个战略游戏 这里面有一个钱这个概念 你没钱是不行的 虽然马英说 对吧 钱是最容易获得的 但是这是马云说的 小歪可不会这么说 某个人他的立场都不一样的 马云当然有这个资本说了 而且说的还蛮感觉蛮有道理的 小歪就不能说 小歪说这个话 感觉他们在这莫名其妙 对吧 吃破法再吃掉一个 吃掉一个 再消耗 弗莱尔再尽可能的往后拖 对 但是 这边好像又一个白牛死掉了 主要是炼金这个英雄 他可以持续消耗你 又是一个减甲 管理3721 他这个火雕卷轴 他看来是要留着过年用了 从头到尾就没用过 从头到尾就没用过 更显这个装兵没啥用 他要是一个大蓝瓶什么的 用起来就更给力了 大法师就点这个狼奇兵 水元素在点这个车子 可多 减甲再丢 哎呀 这不给你丢的机会了 不给我丢 非要丢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也是恭喜这边的弹总 这场比赛呢 应该说 在中期的时候 其实弗莱已经非常有颓势了 对 弹总已经掌握了主动 那波民兵拖过来以后 敲死对方 杀个打击加一个狼奇兵 弗莱已然已经是烈死了 关键时刻 大法师还升到四级 那一刻 比赛基本上就已经 可以理解为已经结束了 弗莱在坚持 但是也只能用坚持这个词语给弗莱了 因为那场比赛弹总 不会给弗莱任何的机会 很难翻盘 对 好 那也是恭喜这边弹总 拿下分场比赛